哈喽老鼠一个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猫和老鼠手游 然后今天碰到一只猫 是这个比较小 小个子的猫 这只猫别看到个子小 很厉害 还有分身 还能吹泡泡 一开始的话 我进来 因为这个电子鼠在探路 没想到刚好进门 就碰到这只小猫 拿着一只老鼠家到处跑 追着我的这个电子老鼠 你看一巴掌 就把我给拍死了 开始之后 我们直接进入游戏 进入游戏之后 我们去 因为刚才探路到 有一个准备去拿奶酪 然后奶酪是在上面 上面有个环境 我们准备上去 啪啪啪 不停的跳 不停的跳 我现在用的是侦探接蕾 就是那个侦探老鼠 可以隐身的 隐身进来 然后看到队友被被绑了 然后隐身刚好可以救他 救他之后赶紧跑 队友也是一个侦探 那个侦探接蕾 就是侦探老鼠 丢了个二技能 烟雾档 我们双弯都丢烟雾档 丢了烟雾档之后 猫咪都看不到我们在哪里 但是也就在那个范围 看不见而已 然后他这只猫 最烦的就是他在套跑 会把人困住 刚才队友就被他困住 困住之后 又被他抓住 抓住之后 我们就把这只猫 我把钱去救他 然后等于一技能 隐身 隐身之后 我们再过去 还不需要我去救 队友已经被救了吧 我们这时候准备 去把奶酪先减了 减了之后我们去推 反正这个游戏就是推奶酪游戏 和猫咪斗的再久 如果你奶酪不推了 那也是输 其实也就这个环境比较好玩 如果玩其他地图 我还玩不来 太大了 这边又碰到一只老鼠 碰到这只猫 他这只猫会遭风声 刚才那个是他的风声 刚才就不知道 然后这边准备去救队友 先救一个队友 这只猫被蒙眼了 就完队友 我们再去把这个 上面那个奶酪给拿走 没想到队友又被抓了 然后我也被泡泡给困住了 那只猫也看到 我被困住住 刚好落地 然后他没有打到我 他又吹了个泡泡 还有我这时候隐身 隐身之后 他空打没有打到 然后现在就把队友救下来 救他来之后 我们接着把奶酪带走 这时候他去追队友了 所以我们就不管他 我们先拿着奶酪走 这里 这个人会碳人 这只老鼠就还没有被碳熟 那也是厉害了 如果是真老鼠的话 经过那么碳的地方 应该是会直接被碳熟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 然后再继续推 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奶酪了 推完之后 这个强洞出来了 然后我们准备去压强洞 这边有个空头物品 空头物品掉下来的东西都是比较好 看见没这里相当于是一个护盾吧 门一开 这只该死的猫就在这里 还好我是隐身出来的 要不然就可能会给他抓到 哎呀 本来是想拿那个强洞 这个强洞的位置太太尴尬了 在楼梯口 然后那个楼梯有很多地方 很容易掉下来 是吧 我们看我捡到一个爆竹 这猫送给他 他这个朝猫扔上的话 他会自己接着那个爆竹是吧 然后傻乎乎的 如果他没看时间的话就爆炸了 然后隐身 没想到他在这里吐了一个泡泡啊 他在这个墙堆这里吐个泡泡 我们就要先把那个 他的泡泡打破了 才能再去打墙 很尴尬啊 那我们这个还要装这个下水道管的话 还需要那个 我看没 很尴尬的地方就是这里啊 本来可以跑得掉 被他泡泡给困住之后 马上就被绑出来 没想到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火箭 在这里面虽然说四个老鼠 人数多 但是这方猫有一个分身的话 真不好打 特别是这个猫啊 看来以后要纯金币买这个猫 然后玩起来才好杀 那个普通的猫抓不住啊 不好抓 队友也被控制了 然后只要我这个被吹走了 基本就输了 321 然后猫赢了 这个这只猫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如何对护他 欢迎来到这里 乐乐呢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也会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了